请坐 我们要来一起分享一些圣经的章节,然后祷告 请看诗篇的六十六篇 诗篇六十六篇八到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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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 머리ordu 所保留神 stayed in the wicked flesh 祷 cry dedicated unto kami Refined us as silver is refined. Thou didst bring us into the net. Thou didst lay an oppressive burden upon our lines. V.12 Thou didst make man ride over our head. We went through fire and through water. Yet Thou didst bring us out into place of abundance. I can finish the verse 12 here. Actually, the Psalm chapter 66, the whole message is very precious. 整个66篇都是一个很好的诗篇. 这个章节来这边称颂赞美神的大为. 在这个章节里面,我们可以在祷告之前做一些学习. 第九节,祂使我们的性命存活.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 因为我们想要长寿, 可是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们要借着信心,然后来继续来跟从神。 神也让我们在长寿, 有的时候生命短暂, 有的时候生命像长跑一样。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 但这道题是非常宝贵的, 1 Samuel 2. 我们来看《撒摩尔记上》的第二章。 1 Samuel 2.6-8. 2.6, 第八节, 这是哈拿上神的祷告。 这是哈拿上神的祷告。 这是向神感恩的祷告。 哈拿因为没有小孩在神的面前痛哭。 那她的先生有两个太太。 在《撒摩尼记上》第一章这里, 以利加拿有另外一个妻子叫做比尼娜。 在早期的时候, 一个女人没有小孩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 可是哈拿知道凡事都从神而来。 她知道生命是神的神赏赐的。 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下来尊敬神。 如果神会看顾我们, 神也照顾我们的生命, 我们可以向神祷告。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向神感谢。 他设计我们,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真理。 他也借着他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能够进永生的天国。 我们知道扫罗王, 他非常的嫉妒大卫。 他觉得大卫对他有威胁可能来夺走他的国度。 可是大卫并没有这样子来想。 有一次大卫有机会很能够接近扫罗。 可是有一次扫罗甚至拿那个剑想要射大卫。 可是神保护大卫。 可是神保护大卫。 甚至扫罗都可以知道神是在看顾大卫。 他可以感觉到神在照顾保护着大卫。 所以神可以看顾我们的生活。 神可以照顾我们的生命。 神可以救我们的性命。 今天他带领我们到他的家中。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跪下来祷告赞美他的名。 我们再看回来诗篇的六十六篇第九节。 不让我们的脚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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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边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脚不会摇动。 彼得有一次告诉耶稣基督, 他告诉耶稣我会为你而死。 可是耶稣告诉他,你会三次不认主。 彼得有向神跟从的决心,甚至到死亡。 可是当耶稣被抓走,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彼得甚至不敢接近这个十字架。 甚至他进入了盖亚法的这个院子中。 他在那里,不承认主三次。 所以他在这里,在跟从主的时候失败了。 我们就可能不会想到彼得是一个有用的门徒。 因为耶稣在彼得的生命中也保护他。 因为耶稣已经先为他祷告了。 所以他终究可以维持他的信仰。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的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 二十二章的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 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我们可以知道彼得有很好的信心。 我们可以知道彼得他有很好的信心。 他对神,他想要付出他的所有。 所以神已经看到他的这些特质。 可是神也看到了有一天,他也会有失败的时候。 所以神告诉他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你可能会失败。 马太福音十六章这里,有耶稣在讲他的定时之间。 彼得这时候就告诉说,主啊,万万不可以,这事必不临到你。 那时候耶稣就斥责彼得,斥责撒旦。 因为他斥责撒旦,从此就斥责彼得。 这里耶稣告诉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 你是伴我脚的。 我们看到彼得有时候会向右,有时候会受到影响,向左。 可是耶稣基督不断地为他祷告,所以他不至于跌倒。 所以这边讲到说,我已经为你祈求。 我们要自己记得,我们今天来在这里,能够聚集在神面前,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性侵很强,我们自己的祷告很多。 而是因为耶稣不让我们的脚能够动摇。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是因为神替我们祷告,让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 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如果你看到罗路二十四章,有两个门徒,因为耶稣被定十字架后有两个门徒。 这两个门徒因为耶稣被定十字架,就失去了信心。 他们跟随主,可是主却被定了十字架,他们十分的灰心。 可是这个时候,主耶稣在他们中间显现了。 他们并没有发现说在他们中间的是耶稣,可是耶稣却是与他们同在的。 神的话来勉励他们。 后来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开了。 可是耶稣已经不在他们中间了。 他们知道说耶稣在十里复活。 他们的心里又充满了喜乐。 我认为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他们这些人已经要离开,不会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耶稣在他们中间,让他们眼睛能够明亮。 我们知道后来这两个人一定又是作为主中心的仆人。 我们并不知道这两个门徒的名字。 可是他们在他们一生当中都尽力传扬主的福音。 因为耶稣借着神的话来救了他们的信心。 这就是神的大能作为。 有时我们的信心会灰心。 可是神会让我们的信心不动摇。 所以我们在祷告中要向神献上感谢。 再回来看诗篇的六十六篇。 第十节。 神啊,你曾经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 我们来看约伯记二十二章。 约伯记二十三章。 第十节。 约伯记二十三章的第十节。 但是他知道我所行之路。 但他知道我所行之路。 他试连我以后,我必如金金。 在这个时候,约伯失去他所有的孩子。 他所有的一切。 他的身上也长满了疮。 从一个义人变成一个非常可怜的人。 他自己回想,他并没有在神面前做出任何错误的事情。 他不知道为什么神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 这非常难过,非常痛苦的一个试炼。 可是他知道神是好的。 虽然说这个时候他很辛苦。 他也不了解为什么这会发生。 可是他知道说在这个试炼之后,他会变成金金。 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经过艰难的试验跟困苦。 我们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有可能是我们在暗中犯罪得罪了神,所以神让不好的事情发生。 也有可能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没有爱护,所以身体就出了疾病。 可是有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身体上就有极大的困苦。 可是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要知道神不是恶的,神是善的。 你记得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吗? 所有的以色列人非常的害怕。 但是他们看到说,以色列人的追兵最后都毁灭在这红海当中。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看到神的大能。 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在这个旷野上可以平安地走。 过了红海之后,神带他们到了一个地方,水是苦的。 除埃及记十五章就记载到了这里。 神让摩西把这个枝子丢在水中,水就变甜了。 那神为什么要让他们经过这样子的旷野路呢? 因为在这中间他们可以训练对神的信任。 让他们知道说神是真正的医治者。 神是不断地带领他的子民到更好的地方。 所以能够受这个煎熬变成炼银子一样是神的福气。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能要受苦,可是因为在这煎熬之中我们就可以变成更好的银子。 如果你现在觉得在受苦当中,你不需要担忧。 你不需要灰心。 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是好的。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 2.2.3.4.4.5.6.6.6.7.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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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人。 当他们经过了试炼在这个苦水之后, 神告诉他们说,我是医治你的,然后带他们到这个全院的地方,有十二股全院,还有七十棵棕树。 所以约伯这里,他并不知道说为什么这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可是他知道,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会变成金金。 在约伯记四十二章这里,约伯向神说, 现在我可以知道, 他可以知道他的信仰有没有成长。 如果他的生命没有经过这样的试炼, 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信仰的成熟跟成长。 所以在约伯记四十二章这里,他得到加倍的祝福。 让我们记得,神是善的。 他总是给我们福气。 可是在得到神祝福之前,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经历试验。 再看回来诗篇的六十六篇。 十一节。 他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 神也会让我们生活中碰到网罗。 虽然我们在网罗,可是我们也要信靠神。 因为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是神所允许的。 因为你知,你知,大卫当王的时候,他才三十岁,在西伯伦。 那他有在做国家作王四十年。 可是他的身旁总是有不断地有动乱。 那他旁边的长官有时候是要保护他。 所以大卫不能将他赶走。 可是在大卫的一生当中,他这个有名的将领不断地给他麻烦。 大卫是属神的人。 当他在掌管这个国家的时候,神给他平安。 可是他在生活中也有一根刺。 我们来看撒摩尔记下第三章。 撒摩尔记下的第三章。 39节。 撒摩尔记下的第三章。 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 这喜卢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神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们。 这句话,大卫讲道说,他受了很多苦,因为这喜卢雅。 所以当他死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 不要让他有好的下场。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大卫受了喜卢雅的很多欺负。 所以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就除掉了他。 有时候神也让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 可是每一次都是有神的旨意。 可是每一次都是有神的旨意。 像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也三次地为这个刺向神祷告。 可是神告诉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 所以神的领导是很奇妙的。 我们有时候觉得生活很困扰,就好像我们在一个网罗当中。 可是我们也要在这个时候来感谢。 因为这也是神借着他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有作为。 看回来诗篇66篇,12节。 这边也讲到,有人坐车嘎过我们的头,经过水火。 你使人坐车嘎过我们的头。 如果有一个人踩在你的头上, 你可以感觉得到吗? 会觉得是非常的没有面子。 我们也会觉得非常的不满意。 可是凡事都是有神的旨意。 有时候神向我们提升在众人的之上, 有时候让我们卑微。 你记得耶稣在他使字前, 他必须要背着这个十字架向哥哥他山。 人向他吐唾沫, 向他发出怨言。 他在人面前受到了羞辱。 可是他并没有作声。 他就是顺服神的旨意,背着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这是很不可能,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反应或是怨言。 他将这个很苦的杯自己慢慢地承受。 就是为了我们。 他是真正的为了爱,将自己献上。 在使徒的时代, 在罗马政府的逼迫下,有许多的使徒也丧失了他们的生命。 很多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受了极大的羞辱。 有很多人也被抓去喂狮子。 可是他们没有在信心上面来失败。 但是因为他们知道神是善的。 他们知道神是善的。 他们知道神是善的。 他们知道耶稣已经预备了永生的天国,将来会接他们回去。 这就是真正的信心。 所以在我们祷告中 我们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赞美神,相信神 有的人在好的时候就相信神 难过的时候就不相信神 这不是真正的信仰 我们要看到我们生命的结局是什么 在十二节这里 66篇十二节 所以结尾就是 虽然有人在我们的头上让我们经过水火 可是我们可以达到这个丰富之地 神已经应许我们作为祂的子民可以得到这丰富之地 不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住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祂已经应许了我们 我们怎么知道这中间有应许呢 因为借着圣灵 当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用灵烟祷告 你是知道的 圣灵给我们带来评据 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小孩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勉励 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最终可以到神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天国 所以我们总是赞美主感谢主 所以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 继续祷告 我们为今天晚上还有明后天的聚会继续祷告 求神带领我们的每一天 我们也要来追求圣灵的充满 我们欢迎大家到前面来祷告 教会的长老指示传道会帮我们按手 请大家到前面来